好 我们来看到现在呢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南海的浪涛 在美飞第二次的南海联合的巡演 这次很奇怪 本来好像是大阵仗 在3号的时候 我脚大厦还说 哇 很多人 很多的这个航母都会来 包含了这个本来计划 要参演的美军 卡尔文森号航母 还有呢 普林斯顿号巡洋舰 还有基德号 以及呢 斯特雷特号驱逐舰 全部都会来 来进行这个美飞第二次的 南海联合的巡航 但是最后呢 结果才出动了斯特雷特号 整个演习的科目缩水 然后呢 本来时间是三天 后来呢 也缩短是只有两天的时间 结果呢 在3号的时候 其实五角大厦呢 就声称说了 这个卡尔文森号呢 航母会在菲律宾这个南海呢 来进行演习 但是呢 我们看到 结果在同一天 这个解放军南部战区呢 同一天就宣布了 他们要组织海空兵力 结果呢 就立刻的在南海海域 进行了例行的巡演 结果呢 菲律宾媒体就发现说 在4号呢 有航母出现了 但是呢 出现的是什么 就是只有斯特雷特号 而且这一次还蛮特别的 就是说 除了这个美军的这个驱逐舰 美军的这个航母之外呢 另外还看到包括了中国海军的这个合肥舰也来了 另外还有黄山舰也立刻到现场去赶赴监视 那这一次呢 也是中国新任的海军司令胡忠敏 他在到任之后的首次的出手 但本来有一个安排 什么安排呢 就是本来参观战斗起降的 这个菲律宾西部的司令呢 他本来是要在这个登上 卡尔文森号的航空母舰 但是后来就发现 好像有点被呼弄了 结果因为美军的这个航母 并没有来得那么多啊 结果都没有来 那后来呢 这个美方只有回应说 因为有一些的行动需要 所以做了这样的修正 那我要先请教一下 这个亮哥 对于这个美军 那跟这个菲律宾的第二次的 南海联合的巡航 就没想到他居然是大部分缩水 卡尔文森号落跑 落跑 为什么落跑 他本来是要做联合军演 结果卡尔文森号就直接开到菲律宾的港口 开到菲律宾的港口 不是要去演习吗 这个可能就是 我跟你讲 我觉得美国有点是买空卖空 然后他就可以跟中国大陆说 我给你一个面子 我没有跟菲律宾军演 本来大规模的说有四艘的航母要来 美方本来计划是有四艘的航母 还包含驱逐线 巡洋舰来 但最后呢就只有来了一艘的这个 斯特雷特号 而且本来这个菲律宾的司令 他也是要站上这个卡尔文森号去观察 结果后来发现卡尔文森号没有来 那就是有点懵掉了 而且联合军演 中国大陆也会派军舰在周边看 对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对峙的氛围 可是可能这个月底 那个中美防长就要见面 那美国蛮重视这件事的 就是叫做双方的军方高层恢复沟通 因为中国防长也刚上来 董军 那中国大陆这个时候 董军没有让步的空间 所以你如果真的军演 他一定硬干 就派一堆军舰给你围着 在那边看你军演 但是这个对菲律宾来说 菲律宾这么支持的美国 菲律宾不会觉得有点 爸爸要做决定 海龙的儿子说话的律地吗 我爸爸还要跟你打招呼 别弄了啦 那菲律宾不是心理 上次那个韩国跟美国在黄海军演 美国也来了三小时就走了 那韩国人去怪美国吗 所以说菲律宾就 如果他跟台湾说答应什么事 没来你能怪他吗 不能怪那个郑元兄怎么看 我觉得郑元兄形容的太妙了 爸爸也美国爸爸也白叫的吗 你能够请爸爸 稍微过来晃一下 就不了不起了 那人家现在爸爸 要跟人家去喝花酒啊 你怎么叫人家先打架 我扶一下马上要喝花酒了不是吗 对不对 而且对手现在刚上来 态度不强硬位置也做不好啊 所以他一定跟你玩硬的 那玩硬的 喝花酒的气氛就不好了嘛 对没有错 那侯卫说好 他只好彼此摸一摸 他说儿子啊 这次爸爸要喝花酒不能停你了 你就自求多福啊 就跑了 这也太难看了吧 不是 儿子难看就鼻子摸一摸 鼻涕擦一擦 不怎么样了 特地拼跟我叫什么版 对啊 对啊 OK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中方他的态度 也是蛮强硬的 因为他就马上当天就决定 我就是派两艘合肥舰 跟这个黄山舰 立刻到现场去监视 监视哦 因为你海军司令也是新上任 对 国防部长也新上任 如果一新上任 就被美国的气势给压在底下的话 他怎么回去跟他的老板们交代 尤其胡忠敏 那一顶新冠上任三把火 对啊 海军司令 对啊 他很客气啊 才开出了两部飞弹驱逐店是吧 一部飞弹驱逐店 可能接着后面还有准备出门的了 你再来 你再来 要是真的你们四艘都来的话 对啊 对啊 我可能派出更多的 奉陪 奉陪 搞不好还来个远程导弹演习 总共还有空中的 还有空中都准备好 对对对 好 那黄耀明有没有要补充的 对啊 刚刚这个亮哥讲的一个关键 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 那个新冠上任三把火这个概念 就你不可能 你一上任就被这个人家什么亲门踏户啊 贾人告贾人 那你以后这个这个没有办法立威嘛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南海的这个情势哦 在这个2024年一开春 就是说东北亚也成为一个火药库的状况下 我相信在东南亚的这个南海的这个部分 恐怕美国就不希望这个突生困扰 所以呢把冲突的成分降低一点 那期待回到对话的轨道上面是应该是美国也会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那其实今年 你知道最近都有很多人在讲那个预言嘛 就是什么因为日本不是海地震引发的海啸嘛 那就很多人讲到以前有一个预言家啊 这个是16世纪啊什么一个预言家预言了2024年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他是准确预测到日本的这个海啸了嘛 所以2020还预言什么 他讲的其中有一段 他写说红色对手将接起战斗与海战 然后呢因恐惧而变得参白 让大海陷入恐惧 所以感觉海上是会有 好像蛮准的耶 马上又换了这个国防部长 这是一个16世纪的 海军出身的 欧洲人是不是 对对是欧洲 是欧洲 伊拉斯莫斯 对对对类似这种 就是所以 我们现在开始上哲学课 没有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不是说这个当然就是玄学嘛 这个大家听 姑且听之 但是海上的争端很有可能 有人看到看到这一段直觉反应的 一个要买南海要买台海 就是说一定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所谓亚洲 现在黄海先打起来了 对啦当然这个 那个北韩北韩那边先打起来了 但是他看起来是比较像是 是在大海上的战争 黄海不是大海 纯粹是海军上的这个海军的这个争斗的话 如果如果这样的话 南海争端是很有可能发生 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这种所谓的预言家 都有这样的文字留在这个历史上面 那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当然现在的这个方向 对中美非三方 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正面 我应该说所谓的正面 就是说当菲律宾 这个这个报导 你要知道那个那个讲说 只有这一艘就是卡尔文森号 没有出现在那个联合巡演的那个现场 是菲律宾媒体自己也报道 所以你就知道连菲律宾人自己都已经这个非常的清楚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的司令本来要上这个船了嘛 结果后来发现 菲律宾有一些媒体对小马可是这样一直纠缠 他有点不耐烦 这种声音也开始出现 我问一下这个郑元兄 因为看到菲律宾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他是不是开始对于 也回到了这个跟中国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轨道 就中非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短期内不会 阿亮的观察是对的 菲律宾有很多人 尤其是企业界的 很不耐烦就是说 你纠缠在那个仁爱礁 难得还这么大 你纠缠在仁爱礁的议题上面 对菲律宾纠缠这么久 有得到什么好处 还真的不晓得他得到什么好处 余权没余权 采矿权没采矿权 你菲律宾也没有钱采矿啊 何况说你又整天跟中国搞不好 中国本来答应要援助你的 经济建设一带一路 现在就啪啪啪啪啪 像花一样不见了嘛 那你菲律宾一无所得 那你美国要菲律宾当马前组 总该贴点这个马前组的津贴嘛 也没有啊 那些都是菲律宾自己出钱的啊 连跟日本买个这个什么船舰 破船的雷达也要自己付钱啊 你美国也不给补什么 那答应菲律宾说 你给我多少基地 我要补你多少钱 基地已经答应给钱了 没看到啊 就跟台积电一样啊 工厂都快盖好了 50亿美金还没看到啊 所以对菲律宾来讲 这些企业界一般民间开始反弹声音 就出来了嘛 所以他内部其实有一些 在希望像杜特帝 再回归这样的一个声音 是啊是啊 那个马尼拉时报已经一面倒 一面倒 因为他代表商界 对啊 他觉得说杜特帝的时候 我们日子过得多好啊 资安也好 对 犯罪也好 像菲律宾 跟中国的关系也好 对啊 对啊 现在菲律宾的犯罪又回来了 不像杜特帝叫警察说 只要看到贩毒的一粒枪壁 那费死联盟应该请他们到菲律宾去了 所以对菲律宾的声音慢慢起来 但是会不会像那个在澳大利亚 对莫里森的这种反弹 最后拉到最高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应该是有机会的啦 因为开始有很多菲律宾的媒体 就说 小马可士 你为什么这么干 那你是不是跟拜登有不可 不可这个告人的内情在这里面 要不然你这样干 对菲律宾的好处都没有啊 好吧 就算说 那个马得雷三号 在那边再摆个五十年 对你菲律宾有什么好处 那这没什么好处啊 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